女孩在台商賣力熱舞 魏全龍小龍女啦啦隊 舉辦百人決選會 找來李多慧和林湘擔任評審 而林湘也在受訪時 大方聊起前男友馬傑森 他們在我們的主場比賽的時候 不小心接殺我們的球 我剛好那時候在轉播 然後太投入那時候的情境 不小心喊了一句話 然後這個梗就一直流到現在 所以剛好明星賽的時候 就是有派上游泳場 大家開心就好 臭馬傑森 九四 三三 熱天 三四 九四 熱天 臭馬傑森 拿著麥克風高喊臭馬傑森 事後雙方還在網路上 隔空曖昧對話 也讓網友懷疑 兩人根本沒分手 沒有聯絡 就是網路上我的那個社群 都是我在喊他應援的 就是影片 大家就是我們就是好朋友嘛 對 好朋友 我是後援會會長 坦言當時就是覺得有趣 私下沒有聯絡 只是好朋友 啦啦隊成員的一舉一動 全是外界的討論焦點 而今年的徵選會競爭也相當激烈 最重要的是 大聲一點 合理 合理還有邀請 其實現在很多女孩們跳的舞風都蠻類似的 所以我想要看他們可以結合什麼不一樣的元素 對 讓她更凸顯自己 百人決選只選出十六到二十位女孩成為練習生 不少球迷也相當期待 未來會是誰和現役小龍女一起登上大巨蛋的應援舞台 3系列的旅遊王佩華 SNG小組台北報導